陽光普照 跟大家說兩句 最近很多人發覺周圍開了很多越南餐館 試試也有時間試 無奈 可能生意容易做 容易打理 最近開了一間雲吞麵 但亦不是新開的 因為它本身有總店 現在開的是分店 我相信出來的效果會是差不多 不過因為在電台賣過廣告 主媒體收費廣告內賣過廣告 都能夠推出一些人氣 早前人多了 我就免得去 今天去試試 另外有一間叫樓下飯堂 在Richmond Hill我曾經去到網門釘 最重要是百老匯搬到那裡 但它又不是叫百老匯 也是叫樓下飯堂 但原班人馬就應該 全民都是百老匯那班朋友做的 它出品我還未試 但我收到封說 因為它最近賣廣告 有一個5元有海南雞飯 於是我覺得有時賣做廣告 店舖沒有不要緊 但如果太誇張 太誇張的抵食 你是要自己能否處理得到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或是提高一點 可能不是5元 可能是8元 令到差額不太大 因為5元的確 我都聽到也覺得很抵 我又沒有吃過 我又沒有看過 我沒有見過 但我有朋友去過 去到他便是生氣的 要等一個小時 去吃海南雞飯 老實說 大家時間都是金錢 會否等一個小時 去吃海南雞飯呢 然後 氣爆爆之餘 覺得老闆後來改了 因為原本的海南雞飯 是任喊的 可能一台有四五個人 全部都是海南雞飯 每個人都是五元落樓 真的虧虧了 不虧都不能賺錢 這些收費 後來改為一台 一台一個單位 前面的泊車確實是充滿 我們檔案檔案 結果檔案檔案在後面 在這裏的後面 是有一行的登記 亦是一個 我在泊車拍 對 因為我跟太后來 但旁邊看到那裏乾車位 到底是怎辦呢 一個車位竟然泊成住 還見到最後有沒有路可以出去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是員工這樣拍 但偏偏在入面這一行 有一個Handicap的位置 進來是全包滿的 不是這個櫃 是座位全包滿 我們要等位置 已經給了一個Doodood牌 現在出了一個問題是相當困難 因為它本身外面的椅子 沒有任何椅子的椅子 太后就唯有站在這裏 其實就真的沒辦法 因為它上車 如果它上車 Doodood牌響 又麻煩 地方很窄 鋪位很小 車位很壁 我現在是閒日 星期四 星期四大約三時左右 其實生意真是很好 現在這個等候的體驗 其實對於客人來說 我因為帶著老人家 我就真的要點東西很好吃 很划算才行 否則我又何必要這樣陪伴 帶著老人家站在這裏等候呢 好 終於有位了 大家知不知以前這裏是做甚麼的呢 以前這個舖位是一間 好像是韓式炸雞店 後來又好像轉過做日式魚生 很短時間 好 設定了位置 位置其實是乾淨幾里 我們兩個人設定這個位置 當然未必會給你卡位 買哪些卡位 就看你自己來到的時侯 如果你喜歡或要求等一等卡位 但我們就只看Aisle那裏 下午茶 13個半 你可以選擇這個單拼的湯麵 就是星期一至53點到5點30分 其實這個時段是一個非常沒有生意的時段 很多餐館其實這個時段真的沒有生意 所以優惠要很厲害才行 大家覺得13個半有這個 這個粉麵 然後就有這個炸魚皮 或者油菜一碟 又或者再加飲品 有這些 冷言飲品都可以 那就好了 那就解釋到了 有麵 有小食 有飲品 而且是凍飲 輕下去的確已經是不錯 不錯 優惠也要拍攝它原本的菜單 就是這個 除離開了下午茶時段之後的價錢 我覺得跟DON Miu那間 是不是DON Miu那間 那一間差不多 但外面有很多冰櫃賣急凍 雲吞餃那些東西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煮飯了 所以那些對我們都沒有吸引力 好了 我已經點好了 他們用iPad點點單 都頗快 服務態度到這個時刻都頗好 只是因為地方太小 突然用一班人進來吃東西 是餐房頂不住 餐房太小了 不過這樣吃東西的呢 吃雲吞麵這類東西是很快的 就是要吃糖水而已 出餐又快 轉頭就上菜了 在這個時候我可以作少許比較 譬如說上品 上品也有下午茶 又有雲吞麵 這類水餃那樣東西的選擇 還有雪糕和豆冰 那個是… 但它又沒有這個小食 沒有這個小食 這個小食可能是債魚朋友 或者是剛才的生菜 菜心那類 先看看吧 暫時來說 如果你說只是一個下午茶 你想吃雲吞 我都說過了 上品的雲吞 鮮蝦雲吞是很誇張的 它的蝦很大 可以比美很多雲吞麵 專業的雲吞麵店 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去 我幫你拿東西 放在這裏 麻煩你 嘩 快 菜就跟一碟菜 給你看得了 菜有沒有介紹 菜都不用說 真是快到了 剛才 我想點單不夠兩分鐘 我真的未試過介紹錯過心 因為沒什麼好介紹 小碟了 OK了 沒什麼問題 先交給媽媽 媽媽你先吃這個 讓我先講講這裏 牛腩河粉 牛腩河粉 有些蔥在這裏 先試湯底 不要遷就手 鏡頭遷就位 不遷就手 湯底就很甜了 相信都是什麼的 是不是 不是 是日牌的 OK 明明了 先吃牛腩 不過健素都可以了 可以的了 是啊 有沒有菜浪底 沒有菜浪底的 我先試一點點 吃一點點河粉 這個介紹很適合 河粉好滑 河粉好滑 它的來貨可能入高檔一點的火鍋 在一般粉麵店 很少吃到一個這麼滑的河粉 好了 可以可以 媽媽等我 等我再講一下 這個牛腩是可以的 入口即化 OK 這個可能可以 但我的時間真的沒有多少 要先交給媽媽 否則她是後煮的 說到這邊 另一個混合就是 雲吞 這個是水餃麵 跟炸魚皮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聽內行的人說 炸魚皮 很多是拿回來的 不用自己做的 一包包拿回來的 我看看 我又不懂得吃 只要告訴你 行家 即是 行內是有這樣 有得拿的 沒有問題 我只可以說 是劑 出色醉 鬆化 但是 是否它自己做呢 不得而知 因為出坊間真的有得買 只不過是 你們一般人不會買這麼多 哇 水餃 盡量可以一剔 看到裡面 皮刀子很透明 看到裡面 有什麼料 簡直是透視妝 看到有蝦 有些菇類的東西 一口咬 但是這個湯底不同 要試這個湯底 這個可能是大地魚一點的湯底 這個湯呢 有鹹水味 過的時候 過得好像不太清 令湯底有鹹水味 也挺重 大大隻的 水餃 有三隻 你看到它上縮了這麼快 其實水餃已經是削剩 削了大部分 即是大部分 即是削了七成 就放了在這裡 最後其實翻熱 再加熱一點 這樣而已 不是變得這麼快 削一隻水餃 你家自己削一隻看看 但是水餃 皮很薄 皮很薄 很豐滿的水餃 皮又不會是一球 裡面的餡料 全都足夠了 沒辦法投訴 是湯底的 湯底給鹹水味 沾污了 麵真的很難攪 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 夾著夾著 終於可以將它收在池巾裡面 很大牙 麵真的大牙 不是開玩笑 是湯比較差 因為我喝到味精和鹹水 我已經喝到味精和鹹水 削一削鏡頭 不要轉 全都充滿給你媽媽 冬奶茶小甜 冰很少 好捨得 冰得這麼刀刀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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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奶茶不算是很濃 媽媽不要喝 等一下 先給我媽媽喝奶茶 她想喝了檸檬茶 我又說不到了 看著檸檬茶 我去喝 我去喝一碗奶茶 不過奶茶很香 味道很濃 冰這麼少 成本就高一點了 因為通常都是給你多一點冰 讓你更快喝完 但那杯奶茶是可以的 有個不好處 冰太少 它又沒有那麼冷 大家要記住 有來有閉 但對我來說 好喝就好過溫度了 好了 講完那個 就講一杯凍檸檬茶 一二三四四片檸檬 凍檸檬茶 大家要知道 其實廚長 喝凍檸檬茶 是不會多過檸檬 兼且檸檬 我是覺得 是不用那麼多 即是我 我只可以說我 我不會要那麼多檸檬 就死火了 我最主要喝茶味 然後一片檸檬浸進去 還要不刺 不要刺那片檸檬 如果這裡四片檸檬起了面 我擠它下去刺的話 會酸到媽媽都不認真 但當然了 有些人說 檸檬茶不酸 怎樣是檸檬茶 但不要咬這件事 這是我個人的飲法 我個人只會放一片檸檬 浸到底 就算了 現在四片檸檬當然成本高 是吧 但有些人是喜歡的 大家喜歡的 檸檬別問我哪裡來的 我不知道 我先喝一口 我什麼都沒有刺 這個檸檬茶沒有叫小甜 所以真的甜了一點 甜味也挺濃 挺重手 大家要提一提 剛才那杯檸檬奶茶 我特地叫小甜 特別叫小甜 這個是好喝的 甜度也很適合 只是拍拖高 長奶奶的店位是長條型的 這裏吃東西 很有香港打仗的感覺 員工都要急步行 你們腳步比一般的餐館更快 就我們的看法 媽媽就霸著一碗河粉 就不肯給我了 她就說我要吃河粉 我媽媽就沒有吃過水餃 她說我不吃水餃 證明牛腩對她來說 因為她比較少 又能夠咬到的牛腩 所以她就霸著碗河粉 而且河粉比較滑 對她來說就容易入口 吃一下旁邊 因為是五個人坐了四人位 她們都很迫劫 後來後面有一張大一點的 六人桌 圓桌就空了 服務員是主動問她們 你想不想緩過去鬆動一點 這個服務態度是好的 因為其實人家都很迫 有些朋友比較健碩 所以現在她調位應該會開心 吃到現在這個湯底 我想不用大小姐做測試 其實我也有個答案 因為名證其實都… 誰說的湯底也挺酷的 看膠味 不是…客膠 看膠 看膠 每台用餐時間四十五分鐘 人數都齊才可以入座 糖食餡茶套餐有效時間 以這個入座時間為準 你不要想著兩點半鐘坐 坐到三點鐘 看看這台吉座 拍給你看 座位就是這樣 賣單時已經點了 但它的盤子是這樣的 那張單因為它內卷這個方向 其實就變成這樣 嘗試把它攤直 其實就挺難攤直 因為我們雖然只是點了兩樣東西 因為每樣東西都有跟三個產品 變成六樣東西 打單方面 單張單就選到長奶奶 我們不要理會了 看看這裏 電話地址 不要問你哪裏 電話地址 電話地址 頭暈名 時間性 就全打了 套餐的水餃 用麵 炸魚皮 咸茶的飲品 凍飲不用加錢 牛腩筋河粉 牛腩筋河粉 因為它的尺寸不是像麵一樣 有一個麵餅 即是它煎好 河粉大很多 如果你覺得 你今天很肚餓 不妨叫河粉 是很大碗 因為雲吞麵 麵是變成標準 我覺得基本尺寸正常 但河粉是超大 可以這樣說 油菜就小碟 總數是$27 加這個稅是$3.51 準數是$30.50 還未有小費 會不會再來呢 老實說其實都會的 因為 我們剛才是等了位 但你看過時數 現在是 4時左右 基本上就已經有位 就不用用剛才這樣 可能是剛開始下午茶 大家都希望搶先有個優惠 就變成人多 福武態度可以賺的 是給你足夠的 特別是剛才那個調位 這個調位不是一般肯做的 因為會亂誕的 送差的時候又送錯了 很多東西會亂的 所以服務員一般不想搞的 但他是主動提出 幫他調位 我覺得這條魚要賺給credit 還有一杯凍奶茶 可以的 很可以 先講完檸檬茶 檸檬茶給到4片檸檬 是相當罕有 但對我來說 一片就可以了 經常都會有人問 小費怎樣付 其實沒錯 很多人都覺得 小費應該在稅之前 即是用$27來計小費 但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人比較懶 我只是隨便 我會用下跌$30.05 的數字來計10% 亦都要看我身上有多少稅能 但我發覺我只有$35 這個數字是最接近的 我又不想等他回來找錢 所以我直接給了$35 如果是下跌的百分比 大概等於10%給了15%的小費 我又覺得也值得 是嗎 好想一點 門口可能欠缺了少許招牌的東西 你看這部分是沒有的 上角這裡是木板 旁邊的玻璃也只是簡單的封了 有個字寫 然後少許的菜單擺了出來 各位觀眾 現在因為我拍了這個 是一個HANDY CAP的位 以及是太后來 所以我要出去的時候 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我看看我可以直接後波 多一手要出去 一會移動後便知道位置是怎樣 Tesla 便離開了 變成我們出的時候便容易 因為原本這個位置 Tesla 本來是封了這個口 它便停在轉彎角 我們要一直移動 移動尾出去 移動尾出去便要直出大街 再趁沒車便離開了 你看到大概是這樣移動 所以它是有一個HANDY CAP的位置 零零丁丁地藏在這個位置 不過大家也會覺得車位方面 在這裏是比較欠缺的 對於其他餐館 餐館就沒了 有一間Pizza Pizza 有一間是賣豬肉的 那些Boutier Shop 他們都會刻意擺放一些牌子 說這個位置是 某些位置只是為他們的生意店鋪 大家留意不要嚇到別人的位置 大家